第二个要跟各位分享的 叫做七煞旺不宜见财 很多人他就是会有这种疑惑 因为七煞旺 假如再见财的话 是不是会让七煞更旺 所以当你的八字 假如七煞很旺的时候 就不能够带走财运 不然的话 你呢就会很惨 各位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呢 在座各位 你们认为这种说法 你认为到底对不对 你的八字七煞旺 不宜见财 再见财的话 就是让七煞更旺 这样子你会凡事不顺 你认为这句话 他的准确准确度为何 是不是这样 各位是不是这样 各位 这就是网络论坛很喜欢在讨论的东西 总认为 讨论这种东西叫做干货 其实基本上 你讨论这种东西 只凸显了一个问题 你不会批八字嘛 你不会批八字嘛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 是什么样的情况 他是有条件的 这个东西是有条件的 并不是这样子随便写一写就真的 我们来看一个八字 这是个难命 毁有物物质 甲乙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八字 其实七煞 就是木 其实还算不错 是不是跟他所讲的 跟他所讲的就是七煞旺 七煞旺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不能够再走财运 各位 请你记得一件事 五行派 不管怎么样讲 就是回归到五行生克 就很像五尾熊 不管他怎么讲 你就是不要理他 你不要听他讲的 你就会对 这个都是一字性的 了不要解 所以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天干 勿奎合 所以他出现了甲木克务土 日主受克 他的地支 我们可以知道 有金 生子水 生银木 生吾火 这种八字 各位 其实他就是 本命日主受克的情况 那本命日主受克的情况 我们就知道 天干 他不能够再加重 官杀的力量 否则的话 一旦再加重官杀的力量 是不是会让戊土受伤的更严重 所以 各位 我们就会知道 这一种情况下 他就不宜走财官 也就是 他天干走甲乙 其实更弱 那走财 认为 其实也是一样 都是让他的 这个甲木更强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戊土受伤的更严重 好 那我们就知道了 天干 这些都是他不能走的 那地支呢 各位 我们来看地支 他也一样 是不是 七煞很旺 我们来看一下 他能不能够走 所谓的财官 地支走瘾 OK 没事 走卯 OK 没事 走子 OK 没事 走亥 不OK 瘾亥和 就没有七煞了 就会变成金生水克武火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你会发现到 怎么天干 全灭 那地支 四个里面有三个可以用 那怎么会这样 其实 七煞 旺 不一煎官 这一煎 这一个术语 或者说这一条规则 他是建立在日主受克的情况 假如你没有日主受克 各位 那边没有日主受克 带来官 很棒 带来财 很棒 这个是因为合走 没有用 所以 各位 很多东西 你们在网路上 看到人家讨论的好像很有学问 好像干货 其实一句话解决 没有日主受克 财官 都可以 一旦日主受克 财官 就别想到 各位 就这么简单 所以很多人在那边讨论 然后讨论出了好多好多 好像很有学术性的东西 其实 不堪一击 为什么不堪一击 因为他最基本批命都不会 所以他才会产生这一种的疑问 所以 林梦宏讲的 不日主受克就行了 对不对 不日主受克 就是五行派 常讲的 透过五行流通 找出五行的增减变化 多变少就不好 少变多就会好 这就是什么 没有日主受克的情况 他的一个批命方法 所以 天干地支都有官杀 了不了解 天干地支都有官杀 可是因为不一样 所以你看 天干不能走才官 地支其实是可以的 M1你好 所以 各位 这个就是我常常在讲 你不要认为 你去跟人家讨论 你可以讨论出什么毛 很多只是讨论 越讨论 越迷惘 为什么会这样 就不会批命 很多东西只要你会批命 其实人家问你 你一看就知道 重点就是你会不会批命 批命 你才会知道 这个术语的关键点在哪里 了不了解 你要会批命 你才会知道关键点在哪里 不然的话 你只能够 随著一般人在那边讲 商官见官为货百端 你只会这样 官杀混杂 婚姻不好 你只能够这样子 你还能干嘛 然后开始写论文 为什么商官见官 官运会不好 这个有什么原因 怎样 这网络论坛看了好多 还会 怎样 有些人商官客官他是好的 还举出名人的案例 这几个都是商官客官 很好的 一看就知道不会批命嘛 妈的在那边瞎写作文干嘛 为什么有些人商官客官很好 有些人商官客官很烂 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在里面的 了不了解 还会讲 朱元璋也商官客官 人家为什么就那么好 很简单 商官客官叫做什么 米平事端 乱世的枭雄 所以在乱世里面 商官客官的人是非常好的 在盛世里面 商官客官的人是完全妈的 没办法 所以处理乱世跟金银盛世 是完全不一样的 虽然都叫商官客官 但是会出现完全不一样的现象 所以 各位 这种东西就是 你要有实证的这一种的经验 你才会知道 否则永远就是在那边讲术语 你讲术语 我才不想 我才不想屌你 对不对 我只要问你 你到底会不会看八字 对不对 每次只要问这一句话 你到底会不会看八字 嗯啊嗯啊 开什么便秘了 对不对 所以 重点在哪里 不是在那些讲道理 我跟你讲 道理讲的越深 其实越不会批八字 所以 你们看到网路论坛 你们看到youtube里面所有在讲八字的 是不是每一个都讲的跟神仙一样 可是 当你们去找他的时候 真的有跟神仙一样吗 很多人都说 那差距很大 跟他在影片里面所讲的都不太像 废话 因为影片可以造假给你看 了不了解 我写个剧本 我照着眼就好了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讲真讲假 当然你到现场的时候 找他批命一翻两正眼 实力就摆在那里 所以 各位 你要记得 你们所看到的 不管是书或者是影片 都是人为修正过的 了不了解 除非是像我一样做直播 我在直播里面帮人家批命 各位 都播出去了 我批对 我批错 在里面一翻两正眼 这个没办法造假 对不对 所以 各位 你就要了解 这种情况 影片 你看了 你不要把他当神仙 你把他的水平打个7折 打个6折 都还有找 跟你说 了不了解 所以 这个就是 为什么 影片 你们看起来都是神算 可是真正去找人的时候 你们都觉得落差太大 没有办法 因为 大家都想要把最好的展现给你看 了不了解 大家都想要把最好的展现给你看 可是对我来讲 我说过了 我第一个 不撩你们这一些酸民 管我屁事 我拍影片 我还要照顾你 你给我一键三连 我还要帮你批命 你想的美 去旁边睡觉吧 对不对 所以 第一个 我对人不会客气 第二个 我是有我的目标 所以 我是在把五行派 往外传 为了这个目标 在座的各位 你们都天天看我 对不对 天天在那麽直播 天天有影片 就是因为我有目标 所以 这个就是我一直在跟你讲的 而且各位 我不怕 我不怕批命 我今天高兴 说要批命就批命 而不高兴 不想批就不想批 为什么 因为我是职业的 职业的就是什么 人家随便拿一个八字给你 你随时就要上了 还要等我培养情绪 这样子的话 你就不是职业 了不了解 所以各位 你们就要知道说 学八字 一切的源头 都是在会批命这一边 你只要不会批命 你不要跟我讨论那些理论 你根本就不知道理论在讲什么东西 了不了解 这些东西都必须怎样 那在会批命的情况下 你才会懂 否则 大家在那边讨论 七煞旺 不宜见财官 对不对 大家讨论的很开心 你以为你学到东西 可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 你根本到最后 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就简单的一句话 不要 日主受克 就不要见财官 日主没受克 见了 没问题 对不对 所以 很多人其实他只是会讲八字 不会批八字 了不了解 不会批八字 为什么 其实我们在批八字的时候 一个八字在我们的眼中 这几秒钟 我们就可以大致上知道 他的状况是什么了 了不了解 在几秒钟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然而很多人是不是 都要事先你给他八字 几天以后再来批 他我没有那种美国时间 你看你刚刚看到我那个行程 你就知道了 他每天排的满满的 我哪有什么美国时间 还要先去拿你的八字 时间到了再给我就好 所以 各位 这就是什么 你不知道 我的情况 你还以为我天天时间很多 在那边拍影片 你看我到处跑来跑去 难道我是瞬间移动的 我都不用坐车 所以我的时间很卡的原因在这里 所以各位 你们就要知道 最后的时间 我们来批个命 好啦 有谁的八字要拿出来的 我们来批批 把你的八字赶快打出来 19XX年 符合格式 19XX年 插月 插日 插时 性别 出生的省份 这几个我都要完整 少一个好我就不看了 没那美国时间 还要在那边问东问西的 各位 批八字就这样 随便有八字就OK了嘛 1985年3月3号有时 OK了 1985年3月3日 有时难 各位 这个人就头痛了 这个就是财运看起来算漂亮 可实际上 没财的这种情况 而且 你看刚好他又是薪酬 所以他在薪酬流年的时候 你看 刚好出去 好像浮淫嘛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他本命 我们可以知道他本命其实不错 以木生丁火生戊土 他的地支 以木克丑土 然后一个丑土生酉金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以他的这个八字来讲 其实他的财运非常的不错 然后官运也在这里 不错 因为火生土 所以这种八字一般来说 就是我们常讲的 财官都很不错 但是各位 真的财官都很不错吗 这只是本命而已 我们来看一下他进入这个大运 以害大运 以害大运 以他的这个八字来讲 他会觉得很莫名其妙 为什么 因为这个八字很有可能 大家会两种说法 第一个 说他是生戊 可是你看 这边土生金 土生金 土生金 土生青 又会说他生强 所以他的八字 生强生弱都有人讲 然而在五行派根本不看这种东西 我们就是看他的排列组合 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天干 进入这个大运以后 以木两个生丁火生戊土 更不错 但是他的地支出现了什么 尹害 所以丑土两个生与藤金 好 那我们从这边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首先他什么不见 各位 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原本他有尹幕 到这一边 没有尹幕 HC尼尔 没有尹幕 所以 他的财星 你有没有看到天干 尹幕一个 突然变两个 表面的财星好 但是实际上的财星是怎样 不见的 所以他会产生一种情况 大家看他财运不错 或者是大家看他的桃花不错 可是实际上并没有 人家讲的光鲜亮丽的外表 他口袋空空的 就是这一种情况 就是这种情况 当然在今年会是 就是你要特别注意的一年 为什么 今年为奎马 奎马我们会知道 物亏一合 所以 尹幕两个生丁火 克星金 所以第一个 你今年日主受克 所以你今年全部给我保守 不要给我讲说 你有什么计划 都给我躺平就对了 第二个 他的地支出现什么 尹亥合以后 丑土生有金 克盲目 地支还破财 也就是说 日主受克的时候 地支的不顺 会更加分 所以你今年来讲 碰到了 日主受克 还有破财的情况 最简单的两个运 你绝对都跑不掉 官运 工作运 绝对不好 第二个是你的财运 绝对不好 所以在今年来讲 这个是你 这个是你的这个大运的最后一年 你这个大运的最后一年 今年是很糟糕的一个情况 请你在今年 小心谨慎 你的财运要到下一柱 也就是 甲旭大运的时候 他才会正式的回归 在甲旭大运 他才会正式的回归 因为 尹幕回来了 要不要解 尹幕回来了 所以你的财运 会特别好 然后 戊图 你要特别注意 你在下一柱 会产生什么现象 虽然你的财运回来 可是 他出现的是什么 甲木 克戊图 然后 去生 星 因火 会去克星金 也就是说 你下一柱的大运 虽然财运 回来 可是 因为日主受克 所以还是一样要小心谨慎 你要小心谨慎 也就是说 这个戊图 不见了 其实 对于你的 这个丁火 来克日主 他就没办法保护 所以其实你下一柱运 跟今年要一模一样 了不了解 那当然会有几年 还算可以 的情况 那就是 我看一下 26年 26年是不错的 那再来 29年 乙跟合甲 还有32年 这三年 算不错 所以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 你进入 人生的下一柱 甲 序 虽然财运起来 但是日主受克 所以 很不容易发挥 还有 你进入了 魁友大运 物魁和 乙木森丁火 再克星金 所以 接下来的两运 都是日主受克 的情况 所以 低调 然后 跟你讲 不要经商 虽然你的财运很好 不要经商 到工作职场 慢慢的去呆 会对你比较有利 也就是说 你从今年开始 接下来的 20年 都是属于 日主受克的现象 一个 甲木克戊土 甲乙木森丁火克 克有金 一个务回合 乙木森丁火 克星金 所以 你要记得 今年 你假如过得很惨的话 后面两柱大运 依此标准去推 了不了解 依此今年的标准去推 所以 我会比较建议 你 好好的 怎样 用印心 也就是土 好好的用土 来帮 帮助你 了不了解 好好的用土来帮你 那就是 你可以 去 宗教帮助你 去 让你的日主受克 不会那么严重 然后在工作职场去做就好 不要看你的这一个财心 没有用 因为 只要日主受克在 这个财心很难发挥作用 了不了解 所以 今年开始 你的运程 就整个要走低潮了 所以你自己要特别注意 了不了解